近日,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移民政策, 旨在打击非法入境维护安全的美国边境环境。 政策规定,所有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将没有资格获得庇护身份。 该政策将允许迅速驱逐任何在前往美国途中没有向其他国家申请保护的人, 或者没有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将其寻求庇护计划通知边境当局的人。 这将改变美国此前对自称受到本国迫害人士提供庇护的移民政策传统。 新规定将于5月11日生效。 此前,普遍适用于所有移民的第42条款也将于5月11日终止。 该条款允许边境机构将非法移民迅速驱逐至墨西哥。 提出此新规的原因是拜登政府担心, 大流行时代规定的到期将导致南部边境的移民人数增加。 难民法明确允许寻求庇护者在边境的任何地方获得保护, 而不仅仅是在入境口岸,而且不需要提前预约。 对于这项新的政策合法性,就目前看来, 就算该提案生效,也可能会面临来自移民权利倡导者的法律挑战。 尽管政策严格,但是对于无人陪伴的儿童, 即兴医疗情况,以及面对生命安全威胁等因素时, 仍可进入美国获得赦免,但仅限本人。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美南德兹和外委会主席共和党人, 詹姆斯·李契致函美国政府, 要求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和其他非美国航空公司的赴美航班飞越俄罗斯。 两位国会议员还要求,应该劝阻美国法人、公民和永久居民搭乘飞越俄罗斯领空的航班, 并禁止因公出差的美国政府人员搭乘途经俄罗斯航空的航班。 美议员强调,美国人飞越俄罗斯领空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政府现在就应采取积极行动将保护美国人免受重大风险的影响, 同时切断俄罗斯政府的资金来源,并解决美航空在外国竞争中处于电视的不公平现象。 美国航空协会表示,这封信表达了航空业长期以来对飞越俄罗斯领空的担忧, 导致美国的航空公司处于竞争劣势。 该协会也认同,美国政府应采取紧急行动, 确保飞越俄罗斯的外国航班不会离开、降落或经由美国机场。 美国近日的暴风雪天气席卷南加州, 造成部分高山地区的降雪量接近2米, 一些地区的降雨量超过12.7厘米, 于12万居民家中断电。 洛杉矶地区多个城镇24日降雨量创纪录, 风速达到每小时80至112公里。 暴雨引发的洪水淹没公路并困制路上车辆, 造成多条路段关闭, 以及数十架航班延误和取消。 对于南加州而言, 往年二三月份已经迎来温暖春季, 不过此次不少民众对于罕见的雨雪天气感到兴奋。 未来几天, 暴风雪将从南加州穿越整个美国, 预计最终在28日向东北移动。 苹果公司已向俄罗斯监管机构支付了9.06亿卢布, 约合1200万美元的反垄断罚款。 2021年4月, 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宣布对苹果公司触罚这笔款项, 理由是苹果在两起案件中滥用了其在应用分发市场的主导地位, 分别是对父母控制应用的开发者设置了障碍, 以及在应用商店审批应用程序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则。 对此, 苹果公司随后提起了上诉。 上周三, 莫斯科仲裁法院驳回了苹果的这一上诉。 近期, 中国央行银保监会起草了关于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内容主要涉及为租赁住房的投资, 开发、运营和管理提供多元化、多层次全周期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体系, 共17条。 其中, 首次提出的团体批量购买租赁住房信贷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团体购买针对企事业单位购置存量住房用于宿舍, 及住房租赁企业购置存量住房用于租赁, 鼓励商业银行发放租赁住房团体购房贷款, 贷款额度不超过物业评估价80%,期限不超过30年。 专家认为,此项新贷产品是首次提出, 这一创新新贷产品将租赁住房的机构类, 供给方和企业类型的租赁住房需求方进行了有机连结, 利好企业类型的租赁住房需求方。 此外,该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机构市场化批量收购存量限制住房, 在扩大租赁住房供给的同时, 也能缓解房地产市场互存压力, 利好房地产开发企业,达成双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